姐姐,这是我的生活费,这是我买课本买零食的钱,这些全部都是我的新衣服和新首饰,这一点点是让你给我做烤鸡的钱。 哇,妮妮,你哪里赚来那么多金银财宝,难道是你昨天去商人那里种了彩票,把他家的东西全部种回来了? 不是。 哦,那你就是去土豆家里打劫了。 姐姐怎么可以这样想我呢,我说过我可是贵族,想要什么金银财宝没有,昨天我妈妈回来了,她给我送了好多钱,而且我妈妈在外面卖梦。 卖梦?别开玩笑了,梦怎么卖呀? 梦就是一个一个装在罐子里卖的。 所以说,这个罐子里的萤火虫就是一个梦。 妮妮,你最近头晕吗? 不晕。 那我怎么感觉你是傻了呢? 姐姐,你总是不相信我,那我拿这个梦去给你换一台电脑,你总该相信了吧。 好,那我就在远处看着你,我都要看妮妮,怎么把电脑骗回来。 哇,商人真的收下了妮妮的梦,还给了一台大号的电脑。 我的天,商人不是一向很坑吗?这次怎么那么大方? 姐姐,你看,我说梦是很值钱的吧。 原来是真的,先别管那么多,我们赶紧回家吧。 不然商人发现被骗,追上来就不好了。 嘿嘿,放心,这个商人叔叔人特别好。 他说我的梦可以换最新版的电脑,叫电脑大手模型。 还得回去充七天的电脑才能用呢。 诶,姐姐,你怎么不等我?